大家好,我們繼續講下去 這個要12.1.2,我們要介紹的技術是Prain Sweep 平面掃描這個技術 這個技術其實稍微複雜一點,不過我先講一下大概的精神給大家聽一下 平面掃描是在場景中掃描一組平面 並且量測不同圖像,重新投影到這些平面上時 照片的consistency,照片的一致度 然後來進而推測它的深度,這樣的技術 相信我講到這邊大家應該不懂 因為我們這邊有個重要概念是 什麼叫做不同的view上面 不同的影像上可以重新投影 這個東西其實我們要回去講一些之前的東西 這些技術散佈在第二章第三章那邊 相信大家可能忘了或當初沒搞懂 所以我現在把它再講一次 好,這邊要講的是這個平面加視差 Prain Plus Paralless 這個是平面加視差是什麼呢?我們看一下 我們recall一下就是我們的相機矩陣是P P是K乘三RT 這是一個三乘四的矩陣 RT是外部參數矩陣 K是相機的內部參數矩陣 這是三乘三 這是三乘四 這是三乘四 然後我們這邊知道說 Kamera的這個座標系 然後這個是3D世界中的座標系 叫PW bar 所以將這個相機矩陣 將3D世界的3D座標投影到影像平面上 但是這邊要記得一件事就是說 不好意思 這個3D世界的座標 其實它也是一個4乘1的column 然後這是一個三維的向量 這是四維的向量 因為最後一個component是1 因為它是homogeneous coding 然後這個一樣 然後把它寫開就是這樣子 這是x座標y座標 這是相機平面的座標 x2xs 這是3D世界中的座標 然後每個dimension長是這個樣子 我們這個問題就是這樣子 我們竟然要把相機做重新的投影 我們把一個相機的view 投影到另一個相機上 那如果我們沒有它的深度訊息 我們這樣投影是不是會失去了什麼東西 其實我們必須有深度才能這樣 對相機不同相機界做投影 必須要它有深度訊息 所以說這邊其實問題就在這邊 我們相機平面上是沒有深度訊息 所以其實我們必須要 multify這個camera matrix相機矩陣 讓它保有一個深度的訊息 既然這邊我們就給一個 不好意思 我就給一個最簡單的multify方式 就是把K這個內部參與矩陣很暴力的 寫一個0的raw在這邊 0的column在這邊 然後一個1 這變成4乘4 然後這邊一樣 這個rotation跟translation 一樣是補一個0 補一個1 這樣寫出來之後呢 我們這樣怎樣 我們這樣這邊就是440的矩陣 440的矩陣 然後把它block的矩陣 乘起來長這樣子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會比上面這個行 這個式子呢 多出下面這邊 所以你看它上面這個部分呢 乘起來 代表就跟上面這個一模一樣 但是我們多了這個0 這個1 所以代表什麼 就說我這樣設計之後 這個0的raw加上這個1 乘上這個 我們的三位是 真實物體的座標系 會出來一個東西 會出來一個值 然後那個值呢 會把第三個 在這個地方是homogeneous的等於 coding的等於 所以它是把第三個東西 modify成1之後 除成1之後呢 這邊會出現一個值 d 那我們希望這樣子設計之後 d呢代表的意思是一個 disparity 是一個深度的訊息 我們這邊目的就這樣子 我們想要透過一些設計 把這個camera matrix做一個改良 讓它有保持的深度 讓它有invertible 為什麼invertible 就是要invertible呢 我們才能將不同的相機的view 做投影 不然你如果三圍到二圍 那二圍就沒辦法再變回去三圍了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是要invertible的性質 所以才要把它擴充成這樣子 然後這個0跟1 是我們隨便設計的 這其實是可以改的 但是其實這個0跟1這樣設計 它這個出現這個disparity 有個特殊的意思 我們先賣個關子 最後再來講 好 那回到上一這頁 我們定義了一個invertible的 4乘4的camera matrix 叫做p2 然後它是在這個camera matrix 最後面這個raw呢 加一個0跟1這樣子 我們現在很特別喔 我們設計這個camera matrix imvertible的話 我們把最後這個raw呢 設計成這樣 s3 n0 head 的transport 這個是個raw向量 這是三圍的raw向量 跟s3 c0 然後這個 n0 head呢 這個向量呢 它的none是1 然後s3不等於0 這樣設計有什麼意思 等一下要知道了 我們如果要知道它的深度的話 我們如果透過這樣特殊的設計 其實它這個地方 會跟一個hyper plane有關係 我們往後面算一下要知道 我們算一下 node也是這樣子 我們剛剛設計這個p2 這個4乘4的invertible的這個camera matrix 跟這個s3的三圍坐標 相乘之後呢 出來結果我們將第三個component變成1 然後這樣子的話出現的第四個這個值呢 就是希望它代表的是一種disparity 我們目的是想要知道它是代表哪一種disparity 然後這個就是說 我們就是想要讓這個地方是相機的 相機coordinate的坐標 然後有disparity 然後把它寫開 然後就是這次上頁抄下來的 然後呢 我們現在呢focus來最後這個 這個d是什麼呢 這個等好 這個不是真正的等好 這是這個homogeneous之下等於 所以我們知道說其實右邊這個結果算出來 你要把第三個component把它除成1 然後才會跟這個d等於 所以呢我們就把d呢homogeneous等於 然後這個地方乘這個 然後我們現在假設這前面這個s w y w z w 是p w 這個三圍的向量 所以就是p w乘這邊 1乘這邊 就像這樣子 然後這是homogeneous等於嘛 所以我們知道說其實這個d呢應該要等於什麼呢 我們現在定義一個東西 不好意思 我們定義的東西叫做z z z是什麼 z是p這個matrix第三個raw 第三個raw跟這個東西的內積 它的內積 所以什麼 它就是第三個圓的值啊 為什麼 因為我們就是要把第三個東西除成1嘛 才會跟這個d等於嘛 所以我們就把z呢令成是 這個p的第三個raw跟這個column的內積 這是z的值 然後幹嘛把它除掉 所以這個地方整個都要除於z 這時候這個homogeneous等於就變成真正的等於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s3拉出來 然後你發現很重要的地方是說 你看這個地方 這個是一個3d的hyperplane 就是一個超頻面 它是三維的超頻面 然後它是這個 因為我們剛剛定義的n0head的值 的那個norm必須是1 所以這是normal vector 然後這是它的這個shift這樣子 三維的hyperplane 所以我們現在定義出來disparity呢 其實跟這個hyperplane有關係 什麼關係呢 我們後面看下去 這邊講到說其實呢 我們這樣定義出來的d呢 我們可以把它解釋成是一個 projective的disparity 投影的這個視差 它呢就是說 將這3d的場景的點 pw 它跟我們這個referenceplane n0.pw加c0 就是剛剛那個hyperplane之間的距離 為什麼 上一頁把它超過來長這樣子 然後幹嘛 把這個乘過去 把這個乘過去 然後做一些遺項 得到說 會得到這樣這樣這樣加起來 然後這邊是hyperplane的 hyperplane 然後右邊這個什麼 d跟這個乘在一起 所以d乘z除s3 這代表是 就是說跟這個hyperplane的距離 所以當d等於0的時候什麼 代表說我現在的3d的point 就落在hyperplane上面 錄影在我們這個referenceplane 這個plane 我們叫做referenceplane 參考平面 所以d等於0代表說我那個3d場景坐標 就落在我設計的這個referenceplane上面 那如果不等於0代表說 離這個referenceplane有距離 大於0就是在另一側 小於0在哪一側這樣子 那這個哪一側正負呢 其實是跟這個 normal vector的方向有關係 所以不一定是這樣子 不過就是 反正就是說 離等於0代表在hyperplane 在這個referenceplane上面 然後越大代表離referenceplane越遠 正負代表是referenceplane的前面或後面這樣子 好 我們 所以我們設計出來那個matrix呢 那個 我們設計出來這個camera matrix invertible camera matrix 如果最後一個column透過特殊的設計 那這樣子一個投影 這樣子camera matrix投影出來那個dispurity 代表的意思就是 跟這個參考平面referenceplane的距離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什麼叫inverse step inverse step就是 我們一開始設計的這個最簡單的 這種 這種有inverse的這種invertible的這個camera matrix 它最後column設計成0跟1的樣子 那我們把0當作什麼 就是n0等於0.0的transport 然後c0等於1s1等於1s3等於1 就是我們前面那個case的一個spatialcase 然後把這個東西帶進去 帶進前面推出來的公式把它乘開 發現說d呢就會是z分之1 這個什麼意思呢 代表說dispurity呢 什麼時候我們剛剛前面講到嘛 這算出來這dispurity d等於0代表什麼 代表說我在imageplane上面 在referenceplane上面 在我們給定的referenceplane上面 但是呢現在這個d呢 永遠不會是0 因為z分之1這個函數呢 不可能會是0 除非z是無窮大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如果我們透過這樣特殊的一個 一個這個 4rank的這個相機矩陣 那我們得到的dispurity d呢 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把referenceplane的放在無窮遠處 因為這個d不可能會等於0 永遠不會等於0 除非z是無窮大 所以我們把它想像成就是說 這個referenceplane在無窮遠處 所以說你永遠不會是0 那越大代 就是說那越小代表離它越遠 這樣子 就是越遠的地方是0 然後你如果說d越大代表 離你的這個相機頻頻越近 這是一個特殊的假設 好 我們講那麼多呢 我們重點來了 我們設計了這種 有一個referenceplane 當作基準的這種特殊的這個 那個camera metric 那我們就是一個invertible camera metric 有這個東西之後 我們就可以將不同的相機上面的view呢 上面的pixel呢做投影 像是這邊講到的 我們現在知道 x呢 xs呢 是某一個三圍坐標 p bar w的這個 在這個flow rank 就是flow rank 似乘是camera的一個 一個投影 叫xs 就是這邊吧 然後我們知道 我們可以幹嘛 我們可以把它 把p w bar呢 用這個 因為我們下次有flow rank的 所以這個p tilta 它有inverse 所以就把兩邊同成p的inverse 變成這樣子 所以我們3D世界的坐標 就可以透過相機的坐標 with disparity 然後乘上這個p tilta 來得到 所以動畫就是像 看這個紅點喔 就這樣看到沒有 就是我們講 把這個相機的坐標 打到3D空間的坐標去 就是透過這個p tilta inverse 接下來呢 這個 disparity 代表是一個reference plane earning head 乘p加c0 這個reference plane 跟它的距離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也可以幹嘛 我們講 把這個p bar w呢 投影到另一個相機上面 我們這邊把它叫做p tilta k 另外的相機 我們從p tilta 投影到3D坐標 然後再把這個 投影到一個3D坐標 然後那個3D坐標 是我們假設一個reference plane 之下的3D坐標 然後再把它 再用這個p tilta k 打到另一個相機上面 所以就是在 看它這個結果 前面再乘個p tilta k 然後就會打到 另一個相機的view上面 動畫看一下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 很有趣就是 很有趣就是把它 打到一個3維空間的坐標 然後給定的是一個 特殊的深度 那個深度 是based on這個reference plane earning head 乘p加c0 然後打到3維空間的坐標之後 再打到另一個相機上面去 這個東西就會用在我們這個 這個print sweep這個技術裡面 好 我們再往後看 好 我們現在你們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print sweep這個技術 我們大致可以講解 如果我們有兩個相機的view 我們就怎樣 先把某一個相機 我們例如說左邊的相機的view 投影到一個virtual camera virtual camera意思 什麼叫virtual virtual就是我們剛剛給 我們會給一個特殊的這個plane reference plane 就是我們剛剛p2不是下面會 最後一個弱會給一些值嗎 讓它會等於是 投影到一個 以某一個reference plane為深度 當深度based的一種 一個相機平面上面 所以呢 我們會先把一個view呢 投影到那個reference plane 就是先乘上p的inverse p2的inverse 投影到這邊來 然後投影到這個virtual camera之後 再用這個另一個相機的這個invertable相機矩正 投影過去 投影過去之後幹嘛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比比看 右邊這個view上面呢 這個相機的 相機這個局部pixel的這個 一致度也不一樣 如果一樣代表說這個深度是對的 如果不太一樣代表這深度錯了 我們這邊講的是很大概的 然後我們後面再繼續講 你現在沒有聽懂沒關係 我們在後面講會聽懂 好 一個virtual camera PTELTA定義就是一個dispurity的space 然後透過一個系列的homography 這是什麼呢 我們看一下 我們剛剛講過這個嘛 就是把一個相機上面 比如拖影到virtual camera 然後再拖影到我們pk的camera上面 然後把這兩個都寫開喔 所以我們知道說dk xkyke 然後這個是另一個相機 一個相機投影到另一個相機 是這樣的過程 這是dk的相機 with disparity 然後這是virtual camera的這個with disparity 然後這個d就是我們想知道的 我們想要幹嘛呢 我們其實是想要說 投影過來之後 我們想要說 知道說這個d是怎麼投影來的 我們想要說dispurityd是多少 然後我們就很暴力的 看一下就把這個 之後440的矩陣嘛 把它整個暴力撐開 撐開了之後呢 幹嘛 我們發現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這個camera上面呢 我們拿到camera其實是沒有dispurity的 是沒有的 但是我們可以把 一個camera投影到virtual camera 再投影過來 所以其實我們拿到這個dk的camera上面 它是沒有dispurity的 所以這一行 我們其實不要看它 因為沒有 然後我們接下來幹嘛 把這個框框框起來 藍框框乘這個藍框框 綠框框成綠框框 然後藍框框給它名字叫做hk delta 綠框框叫做tk 然後這相機把它寫開這樣子 然後把它做個乘開的動作 這是tk delta 然後這個地方上半部是x delta 然後這是d 然後再把它做一些畫減 所以現在這個xk呢 就是hk delta加tk乘上00d乘x 發現這個東西在哪裡 發現這邊有個d的參數 這邊出現一個參數d 所以說這是一個什麼 這是一個透過d來參數化的投影 也就是說呢 我從一個相機投影到另一個相機的時候 我裡面的唯一的這個可以變化的參數其實是這個d 我們可以從一個virtual camera 投影到我們有的這個camera 然後用不同的d來做投影 然後幹嘛 從不同的d來投影過來 然後比例看說它跟我們現在有這camera的這個局部的pixel相不相似 如果相似如果很像 那我們就知道說原來這局部的這些pixel 它的dispurity呢就是你投影來的那個d 這怕大家聽不懂再講一次 從virtual camera投影過來我們現在有這個相機 然後virtual camera投影過來的過程中可以 有這個用d當作變數 可以從各種的d來投影過來 然後我們只要比照 比較我們有了這樣image上面 到底跟投影過來的類不類似 但是如果很相似那我們就知道說 我們這個image的這局部這些pixel呢 它的深度就是d 好我們把上面抄過來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幹嘛 例如說這個例子就是我們想知道這一塊 這一塊pixel它的深度 那我們怎麼做 我們會拿一系列很多的print 很多的print 這個print是定義從這個d來定義的 我們會有一大堆print 然後都做投影投影到這個局部過來 像這樣 我們例如說這個時候d等於5 把它投影過來這邊 然後你就在你有這個 這個是你有的喔 這個是你的input image 是你有這個image 然後你比一下這局部的pixel 跟你投影過來 d等於5投影過來這個pixel 類不類似 這個局部類不類似 如果一樣 那你就說這個這個地方 它的深度是dispality等於5 如果不一樣 那我就幹嘛 再投影下一組 投影這個叫d等於3 我隨便寫的 如果說另一個print呢 d等於3的深度投影過來 會長另一個形狀 然後再比一下說 這個局部的pixel 跟這個形狀有沒有類似 不一樣的話幹嘛 我再投影另一個 這個是d等於1 從另一組的這個 另一組的這個 就是另一種這個dispality的投影過來 然後比一下這個局部 像不像 如果相似 那我就說這個地方 它的dispality等於d等於1 所以說 對於每一個pixel 我都會用很多不同的dispality d來做投影 然後投影過來比較類不類似 如果相似 我們就說這個局部的pixel 它的深度就是d等於那個值 你可以想一下 看這個動畫可以想清楚 就是說其實它就是 對於一組的平面做掃描 給定一堆不同的d的深度 例如說d等於1 投影過來比較一下 像不像 不一樣 然後就投影d等於2 或投影d等於3 然後d等於4 一直投影過來比比看 如果一樣 那我們就說這個地方的深度就是那個d 好 那我們這個技術快講完了 其實我們會generalize的話 我們會有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其實會有k張影像 然後我們每次就是有k張影像來比對 就是投影一次呢 我們就投影出k個不同的view 然後我們希望每個view都很相似 所以是對於每個dispality 我們都有k個view 然後如果這個k個view呢 它的cost蠻大的 那我們就投影下一組dispality 例如說現在是d等於1 我們有這個k個view 不好 我發現說它的那個photo consistency不像 那我們就用下一組 就是另一個d 然後一樣是k個東西來量一下 像不像 不像我們再量下一組 然後直到最像的那一組 那就是代表那個 最像的那一組 就是我們這個局部Pixel 它的深度就是那個d 然後這個整個4d的東西 會叫 iteltaxydk OK 好 那Print Swift這個技術 其實它就是必須選擇這個virtual camera 這個參考平面是必須自己選擇的 然後這很dependent各種應用 如果應用是一個平面的話 那這個方法還不錯 但是如果背景是很崎嶇不平的話 那這個方法不一定會work這樣子 好 那我們看一個圖 我剛剛講那麼多 你們可能不好想像 但是我的理解啦 這個Print Swift的技術就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透過對於每個pixel 我們都是它建立出來的模型會長這樣 就是一個Print一個Print疊起來的 這個是d等於1 d等於2 d等於3 慢慢疊出來 那如果這個disparity呢 這個d很密集 是0.1 0.2 0.3 或0.01 0.03 0.05 那這樣建立出來的這個3d的模型就是非常好的 就是這樣Print Swift的技術 就是這樣子把它一層一層疊起來 我們疊出一個3d的view 然後3d的model 然後這邊講這個sparse correspondence 好 我們這個Print Swift這個技術已經介紹完了 所以我們這場這個章節就是說 我們deep estimation最重要這兩個技術就是最基本的 後面很多都基於這兩個去變化的 這兩個是最基本的這樣子 然後我們講到這個sparse correspondence 基於特徵匹配的算法呢 這是幹嘛 這是說 我們希望就是 基於這個特徵的這種匹配的演算法 是透過我們可能用這個 Edge Detector 或者是這個 就是透過Edge Detector 或者是這個有興趣的operator來做計算的 它可以得到我們的feature這樣子 然後透過這些feature 我們就可以做一些配對 但是在某些應用中呢 其實這些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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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配對呢 需要對應不同的 不同的這個亮度的場景 這個就是 我們前面都會講這個sparse correspondence 這個是前面應該講過的就是 sift吧 都是這樣子 各個這個 local pixel 然後做配對 我們知道說其實這個是一個還不錯的feature 然後這就不是個好feature 因為這個東西到處都有 然後這個東西也不是好feature 因為這邊很有個類似的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很好的feature這樣 然後這是我自己找一個例子就是說 其實這個sparse correspondence呢 在deep learning之下呢 其實可以做這個叫 cross domain的correspondence 就是可以把獅子跟貓做配對 很厲害 就是獅子的眼睛可以配獅子的眼睛 獅子的腳可以配貓的腳這樣子 好 那這邊要講的是一種 稀疏對應的 就是sparse correspondence 用在這個深度估測的技巧 這叫做3D的曲線 3D的曲線 或者是說它的這個輪廓這樣子 它是可以做輪廓的匹配 像這邊有看到這個是 輪廓匹配的難點在於說 一般來講這個curve的話 它的曲線會隨著這個相機的view 而做變化 所以不容易match 像這個可口可樂罐子的話 這個zero 左邊這個view zero 另一個view可能就沒有zero了 你要怎麼配音 你可能只有這個線配的到而已 其他你看這個 這些都配不到 就是不同view會很難做配對 好 這是他們這個例子 就是它課本的例子 我們將這個可樂呢 把它做成它的線條 然後依照這個線條 還有這個圓弧 我們就可以用一個方程式來做它的配對 如果說我們有 如果我們有這個close 就是我們有附近的這個frame可以使用 我們有很多的frame 我們是一個video 我們有很多frame可以使用的話 那我們其實可以很好的match這些局部的這個 這個circular就是它圓弧 透過那些角度來做配對 好這是它課本給的一個公式 它是說可以透過這樣子一個公式 來刻畫這些局部的這些圓弧角度 這個其實這個部分 這是這個cisc加siyc等於r 這其實是一個直線 然後會減掉一個d 就是這個直線 這個d 這個直線 然後減去這個d 這樣子 好這是它做 它刻畫這個圓弧的過程 它課本沒有講很清楚 所以我們就把它再帶過去這樣 好 我們如果假設這個相機是平滑的移動 也就是說它的這個local的這個epiprogeometry呢 它變化是很慢的 好這樣子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個 這個成對的這種的epipro的epiproline呢 來得到這個邊緣的 來得到這個邊緣的這個的配對這樣子 好就這個是結果啦 就是如果它轉動很慢的話 那你就可以對它這個邊緣做配對 然後match出這些這些這個services上去 好 好 雖然 這邊 那我spots correspondence就講完了 雖然說這個spots correspondence 它常常會使用 但是其實更多時候我們是想要 解決更難的問題 就是說這個dense的correspondence 就是對於每個pipro 我都把它有一個correspondence 這問題是更難 但是他們很多時候想處理的 這個問題的難度難處在哪裡呢 難處在說 比如說我們有兩個view 左邊的view跟右邊的view 我們知道說紅色點是個配對 綠色點有配對 藍色這個點可以配到這邊 但是什麼 但是我們看這後面的玉米片這個位置點 配不到任何東西 所以有時候這個問題本質上可能是做不到的 你不可能把每個pipro都做配對 因為有時候這邊左邊的view有 右邊的view不一定會有 這個問題是比較困難 然後這個 基於這個dense correspondence的這種 立體的 match的算法呢 它一般可以分成下面這個四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是計算它的course 計算它的course 然後第二步是這個aggregation把它聚合起來 第三步是說算optimization 算的最小值最大值 然後接下來是做這個refine 就是把它再做得更好這樣 一般來說是透過這樣的技術 那這個course computation 其實就是每個pixel 每個pixel先把它例如說什麼 把它difference先算出來 把它difference的square算出來 那aggregation就是說 例如說我現在想要算這些pixel的局部 那我就把這330的block 把它做加總 還是做medium 做平均 還是做開更好之類的 然後接下來這邊就是算他們的最大值 就算這些3x3 3x3每個block的最大值最小值 然後這是做一些優化 舉例是這樣子 好我們再來介紹傳統的這個sum of square difference SSD 這是最傳統的這種 這種的計算方法就是這樣子 我們talk在計算在給定 給定disparity下的這個square error 就是 哦不是 square difference 就剛剛講的嘛 就是對於每個pixel 我們就計算在square difference 然後接下來是什麼 在你給定的window size之下 做一些 做一些這個加總 對加總 然後最後是說 選擇那些加總裡面比較小的那些pixel 這是dense correspondence 在這個sum of square error上面是這樣做的 好這邊給到說 這圖上面前面好像有 那我們再講一次 就是如果現在我們要計算這個 這個point的disparity 我們要怎麼做 我們已經做過這個 我們已經把它做這個 ratification了 所以他們就是只需要做水平的掃描 所以我們就從這邊開始掃描 這樣子 每個地方計算它的整個這個局部的這個cos 可能是sum of square difference error這樣子 所以左邊這個地方呢 這個高度代表是它的error 越大代表越不像 越小代表越像 所以我就這樣慢慢走 就從左邊慢慢走到右邊 然後它的cos的值呢 就是sum of square difference 就是這樣子值 然後在這個地方發現match到了 match到了的時候 就是這個位置 就跟這個很像 match到了 然後這樣子的方法 你就可以計算出它的這個dense的correspondence 然後這邊講到說 為了評估這種 這個dense的correspondence的這個配對性呢 我們這節呢 提出了一些這個 計算他們這個similarity的方法 計算similarity的方法有這幾個 就是說用像素值的這個entropy 用像素值的entropy 來限制這個match之間的dismatch的影響 mismatch的影響 就是用這個像素前entropy 來計算這個dismatch的這個影響 或者是說就透過這個laboration的operator 來讓他們這個 就是laboration operator會導致他們這個 就是會在binary matrix的上面會 可變性會比較差一些 然後gradient-based的master會怎樣呢 會對這個深度連續性呢 會比較不敏感 然後這個sensors transform呢 會將pixel呢把它轉換成這個bit的vector這樣子 好這邊是講說 有一些這個transformation的話 可以apply在圖像上面 它可以提高他們在光照變化中的這個相似性 就是說可以抗這個光照變化 好這些都是一些long-linear的operator 像是min filter啊 min filter 然後這個log是laboration of gaussian filter 這個在shift那邊會講過 前面那些章節會講過 第七章我講過這個 然後這個是 這個什麼 這是background subtraction by bilater 就是背景的景區透過這個雙邊濾波器 這種filter 或者是rank filter 這個rank filter這樣子 然後或者是softrank filter 這些方法都可以來測量它的這個光照變化中的相似性 好那我們來講這個local measure local measure是說基於這個window的方法 來對這個dsi就是dspirit space image 它的一個來的support region support region就是那些你要計算它的求和的部分 來平均這樣子 在local measure中呢 其實就是因為是win winner take all的策略 所以呢我們 我們就重點在這個application的步驟這樣子 好 local measure在講什麼 我們有個disparity的這個影像叫410 那我們要怎麼計算它的一些local的位置呢 我們是透過convolution跟這個weight做convolution 這個weight其他只有中間一個部分是有不是零 其他大部分是零 所以這convolution之後呢 這個值就會只focus在那個局部的這樣子 那我們要看例子是這個 這是我們想看的就是我們現在有張圖 這個圖是一個熊的場景 那我們想看這幾個不同的位置 就是他們的用這些不同的window的方法 會有什麼不一樣的變化 那這邊講的是shiftable window 就是這個window呢不會指在中心不指在中間 它這個它可能會從各個地方過來 我們看這動畫就是這樣子 就是它有九種不同的位置都可以 我們中心不一定要在中間 我們這個window的中心可以在右下角 在左上角 我們再看一次就是這樣 好這是shiftable window 就是它可以各種偏移 我不一定要在中間 我可以各個地方都可以 那這計算量會比較大啦 不過這要它好處我們後面看 所以它是如果你要match中間這個blocker 我們不是只match一個 我們是match九個 如果是固定size的window呢 它的結果會長這樣 這前頁給的圖 那是幾個point我們要看的 如果我們用fix point的 fix的的window的話 它就是這邊可能match的不好 這是fund它就糊糊的 用shiftable window的話 這個一樣就match的不錯 不過因為shiftable的話 它其實還會就是這邊出現一些artifact 不好的部分就是這個地方可能賺的不好 因為它那個window是可以隨便shift的嘛 所以它可能就是在計算上有一些錯誤 因為它就是有重疊 跟前面一些窗戶有重疊 所以它這邊把它估計錯誤 深度估計錯誤這樣 就把這個東西放大 然後這邊假如說variable的window 就是這個window才可以變大變小 然後它的做法就是說 像cross to find 就是從粗的到細的這樣 去把它分 然後看你要大要小 這樣子 所以這樣之後呢 它這邊就做得好了 cross to find的話 這邊就做得好 不過上面又出現一些不好的地方 然後這是adaptive的wave 就是可適應的這種的權重 我們權重呢 可能是可以從不同的view之間的權重 做一些aggregation的動作 把它combine起來 長這樣子 所以這樣子之後它的效果是 這邊會出現這種 很像刮傷這樣子 然後上面這邊就會好一些 然後最後講的是這個segmentation base 就是基於分割的 我們用圖像的這個rgb的值 把圖片做一些分割 所以顏色相似的會是同一個block 然後再對這些block呢 然後再對這些block呢 就是對我們剛剛有興趣那些block 做一些配對 做一些這個估計 然後估計出來深度長這樣子 這樣還不錯啊 看起來這個view是還不錯 不過這個計算量蠻大的 因為前面要做這個 計算量蠻大的 好 那我們local method呢 就是說選擇正確的window size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窗口必須夠大 來包含更多的texture 更多的紋理 但是我們也不 也要夠小 夠小是要 要這個處理這個 這個 這個什麼 strud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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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th discontinuity 跨越深度的不連續 什麼叫跨越深度不連續 如果你選的block size 你選的這個window size 不夠小的話 就會產生這個問題 你block 那個window size太大了 太大的話 你就是會常常 一個shift就很大 因為block很大 所以你看這就很多這個 深度的disc 就是不連續性 這個深度就是很粗糙啦 但是其實不應該這樣子 這是深度的不連續性導致的 這邊講到的是 subpeasal estimation 就是說 大多數對立體視覺這個算法 是在整數空間去做搜尋 整數的估計 但是其實有時候在這些 navigation 就是導航 或者是機器人的應用中呢 其實要更高的精度 那我們就需要 subpeasal的 subpeasal estimation 就是說我們不只要這個 整數點 我們想要這個 subpeasal 然後我們會更準確 那麼一樣會來 用一樣前面那個例子來講 就是說 我們看一下就是說 為了彌補 就是說 subpeasal這種情況 許多算法是透過這個 interperation 就是差值法來計算它 但是那個subpeasal的估計呢 其實是透過這個 曲線的擬合來計算的 所以說那個 曲線的擬合 就是說你要估計它深度 那必須怎樣 用曲線擬合 那用怎樣擬合就很重要啊 萬一你用的 interperation的point 不在同一個service上面的話 那你 插值出來的這個 subpeasal estimation 是非常不準的 像下面這個例子 這個點呢 其實是在這個 房子上面 然後後面這個點 是在這個背景上 如果拿這兩個point 來做這個interperation的話 那它其實算出來 就會差很多 所以說其實我們必須要讓這個 subpeasal在同一個表面上做計算 所以說那在附近計算沒問題嘛 但是萬一這個地方 跟這邊做計算 那就問題就大了 大家知道我的意思 是為了將這個subpeasal estimation 做得好的話 這個match的這個 這個的強度呢 必須是smooth的 而且計算這些估計的區域 必須在這個正確的表面上面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你必須在同一個表面上做計算 除了subpeasal的計算架 還有一些其他方法可以對這個 可以對這些 disparity image做後處理 我先介紹這個技術叫做 uncertainty in stereo depth estimation 就是我們呢 估計這個深度的時候呢 我們不只估計這個 depth estimate 就是depth map 我們還在估計一個這個 這個叫做 就是confidence 再估計一個可信度 就是紅色代表越可信 所以說我們不只有這個disparity 我們還在給一個可信度 這樣就告訴我們說 其實我們在邊界這邊 我們估的蠻準的 但是有些地方 這個背景這邊 我們覺得我們估的不準 很白 我們估的不準這樣子 我們這樣再給這兩個資訊的話 那其實就可以更好的 把這個深度做一些後處理 然後也是可以得到比較好效果 好 那我們這邊要講的是 global optimization 就是這個痊癒的最佳化 全域最佳化是說 在stereo matrix的話 這個全域最佳化 可以把它寫成下面這個問題 就是1等於 然後它是就是說 total的cos cos等於這個data energy function 加上smooth的這個energy function 就是這邊是based on這些data 然後這後面是smooth turn 然後我們想找出它 這disparity 就是disparity第一這樣子 這種global的optimization的方法呢 是透過這個data turn跟這個smooth turn來合起來的 然後它是這樣疊代的過程去計算 一步一步疊代來計算 它用這個方法來替代到就是 我們local method那邊的aggregation的step 我們local不是說aggregation嗎 就是拿一個部分的piece 拿一個window來做計算 這邊不是 這邊是說我們透過這兩個turn 這兩個turn來做交叉的優化 這兩個turn 然後我們再分享說這邊 這個 這邊是講說這個data turn 就是說 在data turn是這兩個側說 我們目前的這個disparity呢 跟我們input的這個 就是input的label 就是我們給定的這個視差 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希望它的cost越小越好 就是它越相越好 然後這邊的smooth turn呢 是告訴我們說 我們希望呢這個pixel跟pixel之間呢 不要有太大的disparity的變化 所以我們知道說它的x座標 不要變化太大 然後low呢是monotonic 就是單調的地震函數 所以說我們希望它的這個 x走的變化呢是不要太大的 然後y走就是xpixel的變化 跟y走pixel的變化不要太大 然後全部sum起來 這就是一個smooth的contain 一旦定義了這個energy function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透過各種方法 來尋找它的最小值 那傳統的approach 是透過這個random的mark of train 叫mark for random field 來計算 然後再加上它的regulation turn這樣子 好那這邊講到說 有一個方法叫做local plane sweep plane sweep我們前面有講過嘛 蠻重要的技術 那什麼叫local呢 就是除跟以前那種給定義一組 大家就是每個pixel都跟 根據同一個這個reverse plane 來計算它的這個深度來講的話 他們這個local plane sweep是說 先觀察就是會給一個 給一些plane的候選人 然後就是不同的plane 這些plane可能是斜斜的 不會每個都平行 然後呢我們還有給一個initial的spot matching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是幹嘛 就透過那些不同的plane 然後來做這些matching上面做它的估計深度 然後最後一個圖是把一些我們的reference plane 都把它畫出來 不同的group就用不同顏色代替 所以這個紅紅的可能是這邊紅紅的做出來的 紫色的是用紫色做出來的這樣子 然後這樣的做法呢 就是會估計的更好一些 好那這邊講到dynamic programming 就是動態規劃 這個方法其實是 也是一個global optimization的過程 這個方法可以就是 在polynomial time之下把它 算出來它這個 這個 可以算到它的局部最小值 然後透過這個 scanline的方法 就是對於那個線座掃描 好我們這邊就簡單給個例子 好這dynamic programming這個技術呢 如果舊版的課本是有給它那個transition equation有寫出來的 不過我發現這個新版的課本就沒有寫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技術應該是已經過時了啦 我覺得它計算一定是很慢的 所以說它也沒有 那個作者也不把它寫出來 所以這邊我們就大概講概念 如果你對那些整個細節操作有興趣 你可以去翻舊版的課本 它有那個transition equation 你可以把它自己寫code寫出來 可能可以做配對 我們講概念是這樣 現在我們有個右邊的view 我們要這樣對這個epiprolight做掃描 做match點 然後我們要match左邊藍色這個view這樣 然後它的這個dp的表格就長這樣子 所以我們是給定這個右邊view的點 然後我們對這個左邊的view就掃描 找match點 然後m代表已經match到了 所以呢 這個點match到了 然後到這個下一個 這個column呢就是 這是右邊的第二個point 然後這個地方發現說這個point呢 我們沒有在右邊的view 只在左邊的view 我們寫個l 然後這邊到這個point之後match到了 就match到了 然後到下一個 到這個d 右邊的第三個 就是右邊scanlight的第三個pixel 然後我們一樣說 這個地方只在左邊的view有 只在左邊的view有 然後這個matched 這樣子 然後再下一個 然後我們知道說其實它就是會 一直往右填 然後往上填 這樣填起來 然後這地方就match到了 然後這邊說只有在右邊的view有 r是代表在右邊的view有 l代表只在左邊的view有 這樣填出來 我們知道說如果說 我們每個點都match在中間這個點 如果說每個都mmmm 然後在中間這個線上面的話 代表什麼 代表說其實左邊的view 跟右邊的這個line啊 他們其實就是一模一樣的 他們就是幾乎一模一樣 只差一個shift 所以說它才會這樣整個match到 所以說如果左邊的view跟右 左邊的scanlight跟右邊的scanlight 完全在match在中間這個線上面 這時候代表說這個場景其實是沒有深度的 它就是一個平面 兩邊看起來都一樣 所以說如果說它離中間這個平面越遠 代表什麼 代表它是越深了 可以想像一下嗎 就是只有在左邊有 只有在左邊有 只有在右邊有 只有在右邊有 然後這邊才有match到 所以這代表說怎麼樣 它跟我們的這個 就是有視差啦 視差蠻大才會產生這個現象 所以這個寫線的部分帶有disparity 這是左邊的view 還是右邊的view這樣子 做線的掃描 我們大概是這樣 好這邊講到這個signification-based的technique 雖然大部分的這個stereo matching的方法 都是在pixel上計算 但是有些呢 有些技術呢 它會先將圖片做一些segmentation 然後再做計算 再計算它的disparity 這邊這個技術是這樣 左邊到右邊 這邊是慢慢的就是segmentation 這邊是比較粗略的segmentation 然後這邊是分的細一些 再分的更細一些 我們發現說其實分的越細啊 它估計出來的這個深度圖 DevMath 然後越像 越細緻 然後這邊是 這邊是一個paper 然後它也是講的同樣的事情 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把它分的segmentation 分的oversegmentation 把它分的越細的話 那其實是效果是越好的 這個左邊這個是分的細的效果 右邊是比較沒有分那麼細的效果 好這邊也是一個segmentation based的方法 這是2019的paper 這個paper它除了用到segmentation 它還用到什麼 計算它還用這個edge 先計算edge的深度 然後它還有就是計算它這個patch 就是每個block block的深度 然後再用這個 再計算它這個sub superpixel 就是把它分的更細 它的深度 這都是segmentation based的方法 然後透過這三個呢 才得到最終的這個深度影像 這個方法還不錯 算得很很棒這樣子 好這邊講到zKing這個系統 zKing這個是2006年這個作者 斯拉斯基他們 不是作者 這個是2006年這個Kanade 他們發明的方法 那zKing這個系統 它想到它需要這個 客製化的硬體來始作 才能計算出 即時的這個深度圖 然後才能把那個人的前景背景 做替換這樣子 這是他們當時的 2006年那個方法 就是它可以即時的 把背景做替換掉 用zKing這個方法 然後它就是 雙層的這個分割法 所以可以把人先剪出來 然後換背景 但是我們想要知道 這個技術其實已經過時了 因為你們現在應該都是用這個 Google Meet來上課 或者是開會 發現說它就有一個按鈕 可以按下去換背景 那個背景其實計算量很低 其實這個方法 已經被deep learning幹掉了 所以說這個方法就是這樣子 這是以前的方法啦 不過提一下 因為課本有講到 好 那我們這個影片先到這邊 好 我們下次從這個deep neural network開始講 謝謝